如果祈禱經常依賴神,會太過依賴呢? 神就給我這個圖畫和意念 神是充滿榮光、慈愛、聖結恩典 每一個人,即是不同的人,我們未信耶穌時會和神隔絕 所以耶穌就回到神那裏 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說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了靈 當我們信主就會與主成為了靈 但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很明顯是在知識的範圍 他知道神會做一些事,在行動的範圍 但當一個人依賴神,依靠神 去到一個程度,他的意念成為神的意念 應該說,神的意念成為他的意念 他的意念又會成為神的意念 為什麼呢?當然不是他先導,而是神放在他裏面 在《弗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混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念 即是我們會立心去做,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裡面混行 我看到聖經裡面都是講到的 即是說,講到一切難阻人 每個人認識神那聲至高之事,都全部除去 即是說,所有全部除去 就讓這個人的心完全與主成為一靈 和完全與神相連 今時是否沒有了主見呢? 如果去到最高的程度,就和神一樣 完全與神一樣 但他亦有他的思想 他不是說沒有了思想,而是沒有了思想的能力 我自己來說,我都發覺很簡單 我幫人,真的不是說我要賞賜 我的動力是很強的憐憫 看到人,我就想幫人 心慢慢變得像神 我想像,人與神越來越密切 神在這裡,我們在這裡 神就跟他黏起來 神就在他裡面裝滿他 所以他的言語行為 整個生命都是張遠神的榮耀 但這種生命必然跟神相連 那是否沒有了思想的智慧呢? 沒有了普通人的能力呢? 我一樣享受 我一樣喜歡打球 我喜歡和別人聊天 我一樣喜歡花草樹木 這樣有思想 而且思想又不同了 敏銳多很多 我又覺得好像將我的生命復甦 我記得我以前 未經歷四年充滿支持人 有時講到就會斷軟 有時講到就會斷軟 但我現在反而沒有這種情況 思想很順 我沒有預備到 說出來的東西有層次和深度 這就是神的心在裡面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擔心 因為我們知道 全世界最美善就是神 所以人越裝滿神 他越倚靠神 他就越裝滿神 又越顯出神的榮耀 就將他變成一個更加高度的新人 即我們每個人都是新造的人 信主 但他就成為一個高度的更新 即日日都更新 即有些人更新 就去到一個程度 因為很明顯他的怒氣 很多不好的東西都仍然存留 他肯定不是很更新 但當他很更新的時候 他整個思想都是神的思想 根本他外界什麼都侵犯不到他 那我所覺得 即在我來說 我就覺得 我越來越思想敏銳 即將我這個志 我這個我 更大發揮出來 並不是將我這個我消滅了 即神就和魔鬼不同了 魔鬼人和他一聯合 他就會控制他 但在天堂的神裡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容許每個人成為他的我 但這個我是一個更新的我 是一個很美的我 即我不覺得我的自我失去 其實我本身 我發覺學習很快 思想很敏銳 而且我已經六十四歲 又很有精力 所以我覺得 越癡越神 他整個生命 是變得更加完善的 是完全 是 不會說 越癡就越癡 哈哈 有些人 吃藥就越癡 但是我們越癡神 就越美善的 所以我 我對神一點都沒有 懷疑或者擔心 我不會覺得 跟從他 跟了他就會有些不妥 我覺得跟了他 是一定好的 就是不會說 越跟越不好的 跟越南 我盯 ум龍 他甚至應該 sits 變得更快 看到歸 頂人 有趣 願 叫人 �� 例